今天新闻头条带您关注 中国辽宁600村民日前联名案首映 抢救当地法轮功学员赵基伟 外界关注中国境内此起彼落的反迫害行动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表示 台湾立法院已经无意义通过临时提案 关注以及救援中国的良心犯 接下来该联盟会筹建良心犯探视的实况登陆网 并且会推动探视立法 让每笔记录都成为两岸对话的协商议题 辽宁府顺600村民联名案首映 抢救法轮功学员赵基伟 中国全民反迫害势头起 台湾人权专家也力推关注 及救援中国良心犯探视登陆计划 抢轮功的成员来说 我们觉得最担心的是 不晓得哪个地方又有活摘器官的问题 那如果我们每天都知道 他仍然健在活着在那个地方 他的身高体重如何 连这些数字我们都有的时候 我们就确保他不会被随便就被杀掉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次通过这个法案 很重要一个部分 讲述着良心犯探视登陆计划 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献宏表示 台湾立法院已经通过4033中国良心犯名单 接下来两岸民间会理应外合 定时公布良心犯探视情况 打破中共黑箱更保护在黑牢中遭威胁的受害人 总统马英九在世界自由日时已经公开表示 期盼两岸交流阔及人权及法治 杨献宏表示台湾政府如果有心 应该让救援良心犯的提案实体化 那我们现在已经物色到政府的一些单位 其实是可以做这件事情的 也有机会做这些事情 那我们联盟会帮忙政府去寻找中国的一些热心人士 人权主张者来帮我们去探视这些家庭 都是争枪使刀的要做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所重视的 所以未来我们应该往这边走 我们希望2013年可以把这些法治化工作都做完 人权专家筹建良心犯探视东路网 强调救援中国良心犯 势在必行后续发展受关注 新团人的电视 曾一豪 陈真 台湾台北 赞文部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